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要我们化简下列各式 来 第一小题 好 这个呢 是一个9去开6次的根号之后呢 外面再带上一个三次方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做 这个三次方我就把它先留在最外面 那我先来处理根号的部分 好 那9的话呢 好 根号里面的这个9呢 我就可以看作是3的平方 好 那我们最不喜欢的这个根号 我们把它当成是什么 指数 对不对 那开6次 那它的指数就是六分之一 所以呢 红色的这个开6次呢 我就可以把它看作是六分之一 一次方 好 那原本外面是不是有带一个三次方 我就直接把它乘起来了 好的 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了 好 那原本的底数3留着 那所有的指数呢 是不是就可以乘起来 2跟3跟六分之一约掉 所以就剩下3的一次方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3 好 那第二小题的话呢 也是一样哦 好 那我们有了第一题的这个经验 我们第二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化简 好 那原本的式子呢 我就不太想抄 我就这样做吧 好 那最外面的这个开3次呢 我就把它看作是最外面的3分之1次方 对不对 那然后再来 看 第二个根号这个绿色的根号呢 我就把它看成是2分之一次方 好 那最里面的2的18次就是一样照抄2的18次 那我就可以把所有的指数全部乘起来啦 所以底数是2 指数变多少 18乘以2分之1乘以3分之1 所以就是2的236 约分之后是不是3次方 好 所以就等于8 好 再来第三小题 好 那原式的部分 第一个呢 25 我就直接写成5的2次方 那外面带的这一个 开3次的呢 我就直接写成3分之1次方 对不对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一样根号里面是5 好 那第三个部分也是根号里面是5 我就先写 因为我要换颜色有点麻烦 好了 那第二个的这一个根号呢 就是2分之一次方 那第三个呢 是开6次 所以是6分之1 对不对 好 可是我刚刚这里 写得太开心了 这里不是成的 这里是除的 好 那我就要合并啦 底数同样都是5 所以我的指数就可以做运算 来 第一个这个指数呢 2乘以3分之1 所以就是3分之2 好 那第二个这个呢 是乘的喔 所以我的指数可以直接用加的 那最后一个这个是除的呢 指数就用减的 所以就减6分之1 好 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减减减加加来 3分之2跟2分之1 我用6下去通分 4加3 好 6分之7 减6分之1 是就等于6分之6 所以是等于1 所以我的答案呢 5当代1分之1 4分之1 4分之12 5分之1